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继续和你说黄斗 题目就是 吃黄斗制品 会不会影响有乳癌呢 其实很久以前我曾经介绍过一个相关的资料 就是 吃黄斗会患乳癌 还是防乳癌呢 为什么今天要再介绍呢 因为两个的效果不同 以前介绍的 是以老鼠来作这个实验 它的结论就是 如果你自小吃这个黄斗 有乳癌之后你继续吃 是会降低复发机会 但你从来都小吃 到了你有乳癌之后开始多吃的话 是会增加复发机会的 这是以老鼠为这个研究对象 但今天所说的内容是以人为对象 首先一定要了解 什么是令到这个黄斗有抗癌的作用的呢 就是一种叫做 异黄酮素 很多植物都有的 这是一种植物性的天然痴激素 即是荷尔蒙 在黄斗里面含量特别多 根据研究就说 女性更年期前后 因为卵巢功能萎缩 而产生种种生理上 或者心理上的情况 包括月经不顺 自主神经系统的障碍 精神异常 科学家曾以 异黄酮素 取代传统的痴激素 结果发现 黄斗里面的大斗异黄酮素 是可以 減缓 女性荷尔蒙缺乏 造成的各种症状 所以被公认为 更燃其妇 最佳食疗食品 这个大斗异黄酮素 是一种植物痴激素 它的化学结构 与女性动情的激素好似 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 黄斗制品 好像 豆腐、豆浆、毛斗、味增 这方面就是 很多人都认为 乳癌的病人 它的肿瘤细胞乳乖情 阳性 荷尔蒙受体 大量的大斗异黄酮 可能会刺激 乳房的细胞 导致乳癌复发 所以不敢吃这些黄斗制品 事实上 大斗异黄酮素 有很多 抗癌的特性 而且是抗氧化 再加上它有丰富的 黄斗纤维 和优质的营养素 对健康有很好的帮助 那会不会是导致 乳癌的呢 其实这些 过去的研究显示 有不一致的结果 例如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科德博士的研究发现 从小吃大量黄斗的食物 美国亚瑞妇女 离患乳癌的风险 大幅度降低58% 显示了黄斗可能有预防乳癌的功效 而另一些研究也显示 大斗食物可能 刺激肿瘤的增生 增加乳癌的复发机率 但是在2009年的美国医学会期刊 JAMA就发表研究 很明确地 说明黄斗类的食品 对乳癌病人是 安全的 他怎样得到这个结论呢 做了一个研究 是在中国的上海做的 名字是黄斗类食品涉取 与乳癌病人存活率的研究 他追踪了 5042名 年龄是20-75岁之间的乳癌病人 时间总共4年 结果发现 这个大斗蛋白摄取量最多的病人 以及那个组 摄取量最低的人 相比 最多的人 死亡风险降低了29% 而复发的风险降低32% 除了这个研究之外 近期也有很多 相似研究 结果同样指出 一般乳癌患者 而且 摄取黄斗食品 是很有益的 而且黄斗 对乳癌病人 是安全的 所以这个消息给大家 一个定心丸 无论你从小吃 或者想随时开始吃 都不会有问题 根据这个研究的 以及最近的研究显示 希望大家得到这个信息 可以安心点 多谢你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